又怕窃盗 又怕抢击 又怕损坏 哎呀 一天到晚提心吊胆 何必给自己找这个麻烦 至于人家送我这个好东西的话 我没有放在心上 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我也不问不问 谁拿去都好 谁想去供养 谁拿去供养 那么我们自己这个道场里面 全用复制的 复制都是印刷的 这个不值钱的 我们这上面这个西藏这一套 一共有二十多张复制的 这个是西藏密宗的文武 前年在香港展览 我参加他们这个展览的剪彩 这里面的负责人送了一套给我 这个就很多 很普通 很普通 也很普遍 我们对这个一点也不提心吊胆 人家偷也好 拿也好 问我要 我都会给他 总而言之 总而言之 不要让自己天天潜化 这就好 对于这个一切人事 我们都不要潜化 那么这个处理旧的这些佛像 这样的 我们要懂得这个原则 雕塑的下 也是如此 如果它是有年代 很久的 年代就都有灵性 都有灵性 都有灵性 一定要攻击 损坏的时候 一定要修补 我住的这个地方 公阳 叶族 西方三圣 这个年代很久了 至少有一百多年 至少有一百多年 我是在香港 好像玉华公司 它那个地方卖 卖佛像 我看得很欢喜 这是木雕的 我请来 那个时候价钱不高 好像美金值一千多块钱 我那个时候在美国 所以运到美国到场 到澳洲来之后 我就把这个佛像请回来 这座佛像请回来 请回来之后 现在在台湾重新修补贴金 所以现在到澳洲来的时候 这个佛像就焕然一新了 这是对于旧佛像的 我们应当怎样处理 这个诗都在一个恭敬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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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